前首相纳吉的私底意外成为了打卡阵地 那住在里面的纳吉 他的一举一动也成为了焦点 面对败选的压力 以及警方近日来的搜查行动所造成的困扰 那前首相纳吉他最近到底过得好不好呢 纳吉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就发布了一张照片 说他昨天晚上在私底进行过定期的健康检查 一切正常 他还说在斋戒月期间 必定会受到各种考验 而发布这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纳吉他正在前往彭亨的路途当中 要回到他的政治老巢北根会见乡亲父老 前首相纳吉今天下午回到政治老巢彭亨北根 虽然经历三个小时的车程 不过精神看起来还不错的纳吉 当起了助手帮忙嘎嘎们烹煮开斋的石井舟 还贴心地把舟端到碗里 跟大家可说是有说有笑 除了出席连串的斋戒月活动 纳吉也来到乌通北根大厦为支部会议主持开幕 当时现场有许多支持者等候纳吉的到来 之后一般若总结巴根统装 在第三个众生発表时 已经是非常准确的 都只为说那时 依旧总结尾 料到所有组亚之后 都是为了纳吉巴根和伊克恩 藤尔发功广 不过那集话锋一转就说 这些年来是巫统和国阵把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 他就反问 人民有难的时候是谁帮助他们的呢 但怎么国阵在大选的时候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呢 接着那集还抨击希望联盟政府 509之前说国家面临破产要拯救国家 但是当希望联盟执政之后 国家经济却突然好转了 西蒙是有阿拉丁神灯吗 最后那集还不忘提醒党员 希望联盟是透过攻击领袖 以及各种不可能实现的甜蜜承诺 才会赢得这一次大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